大家好,我是Sharley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视频是 豆芽烤牛肉 Fried bean soup with beef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豆芽的功效 豆芽含有丰富的微松素C 它可以治疗半血病 豆芽含有核黄素 对口腔肺炒的人很适用 豆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是便秘者的健康蔬菜 有预防消化到癌症的功效 豆芽的热量很低 而且水分和size纤维含量很高 常吃豆芽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 氧气补血 氧气补血 豆芽有清月明目 武器阳血 防止牙虫出血 心血管硬化及胆固醇 及降低胆固醇的功效 能预防高血压 豆芽中所含的微松素E 能保护肥肤和毛续血管 防止动脉硬化 防止老年高血压 美容护肤 豆芽含有丰富的微松素E 常吃豆芽 能营养毛化 使头发乌肥发亮 对面部确斑有淡化的效果 好 下面我就给大家做豆芽炒牛肉 Fried bean soup with beef 下面我就洗一下MG 牛肉已经切好了 我也不想吃太多的牛肉 因为以前吃太多的牛肉了 今天就稍微少放一点 洗好的牛肉不会还是不少 加一点盐 加一点点油 加一点酱油 加一点酱油 加一点油 加一点酱油 加一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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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温一下 搅拌一下腌渍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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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一下洋葱 搅拌一下腌渍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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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一下腌温几分钟 搅拌一下腌渍几分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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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